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之前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还是比较偏冷 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特别添加保暖衣物 预计在空旺地区还是有机会 在明天清晨下降到只有12到13度 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 那么明天白天开始之后 冷空气就会逐渐的减弱 风向从原本比较冷的偏北风 转成比较温暖的偏东风 水气量也减少 那么稳定天气可以持续到礼拜三之前 礼拜四可以看到再有一波风 因为新南下又会开始下雨了 而且全台湾都有下雨的机会 那么这一道风面 也是因为来到了冬季跟春季的交换时期 所以慢慢的有一些南方的暖式 空气上要特别注意 它发展的是比较旺盛一点 不排除会有伴随雷雨发生的情况 那么降雨的话 也会稍微感受比较明显一些 所以提醒大家 建议大家 礼拜三之前是比较稳定的 如果有一些洗塞衣物 或是一些户外活动要重视的话 礼拜三之前是比较合适 礼拜四开始之后 天气就会变得比较不稳定了 来看一下温度的话 要特别注意北部的话 可以看到礼拜三之前 温度是在逐渐的回升当中 尤其清晨低温的话 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礼拜天 礼拜一 这个清晨还是比较偏冷一些 但是一天一天会慢慢的回升 甚至到礼拜三的时候 北部中午的高温 可以来到25到27度 相对来说是比较温暖一些 但是礼拜四的话呢 方便渔气南下之后 中午高温又会稍微的往下降了 不过这波方面所伴随的冷空气 并不是那么明显 所以清晨低温 下降的幅度并不算是很多 但是要特别注意 这个白天的温度变化 穿着上还是要有一些调整 不然也是很容易着凉感冒 南部的话也是一样 这个礼拜三之前 温度都在逐渐回升当中 礼拜三也是很温暖 礼拜四 方便渔气南下之后 也是稍微受到一些 可能云量偏多 或是下雨的影响 白天的高温会稍微的往下降一些 所以那我们这一次的风雨 影响的范围是全台湾的 所以在白天的天气的话 在礼拜四的时候 多少会有些起伏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在降雨的区域方面也更明显 礼拜三之前 降温比较稳定 东半部虽然云量偏多 但是其实降雨几率不算是很高 顶多是局部零行短暂的真雨 但是礼拜四开始之后 可以看到风雨天南下之后 全能温都有下雨的机会 甚至局部地区 尤其是山区 可能降雨会稍微比较明显一些 所以有规划一些外出行程 礼拜四可能稍微注意一下 或者说要期待雨去 那么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的话 大致上是我们东半部地区 还是有下雨的图示 降雨几率稍微比较高一些 那么要特别注意的是 这个晚上的低温 可以看到我们的中部以北 跟东北部的话 低温大概还是只有13度 南部跟我们的东部 东南部也大概只有14到16度 所以今天晚上要特别注意 还是比较偏冷 还有东半部影风面的话 还是会有下雨的机会 明天白天的话 可以看到整个西半部地区 包含北部几乎都是可以看到阳光的 天气都是比较稳定 东半部的话还是一样 云浪偏多 局部离心的短暂暂雨 但是跟今天比较起来 会减少许多了 另外特别注意的就是 这个低温 我们的这个明天清晨低温 还是比较偏冷一点 我们的中部以北 东北部 尤其空旺地区 还是要特别注意 只有13度 另外就是我们的南部空气品质 明天是有机会到达 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级 所以大致上来说 明天开始 天气在逐渐的好转 大家可以好地把握 但是今天晚上的明天清晨 还是偏冷 大家注意保暖 礼拜一开始 明天转偏东风 天气就变好了 礼拜三之前都是稳定的 但是还是要注意 机油温差比较大一点 礼拜四开始 方便云气爆到 好会转成有雷雨的天气 有规划行程的话 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来看详细